东马社运分子要求沙巴和沙拉越州政府 将西马五名极端分子列入禁止入境名单 这五人包括发动杯葛KK超市行动的 巫卿团长阿克马 备受争议的穆斯林传教士政权型 赞礼沙基尔以及揭露售卖有真主字眼袜子的 华裔穆斯林传教士黄伟雄 沙拉越人民心愿协会SOPA 联合沙巴祖地捍卫者组织建议 将上述五人列入移民局黑名单 以禁止他们踏入东马 并指这五人导致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升级 以及国家社会不和谐 萨扒宣传主任彼得约翰说 这五人煽动抗议和抵制 助长种族和宗教不容忍 制造恐惧和不安全 并宣扬分裂态度 沙拉越人民不希望他们过来东马搅乱 这一要求是为了回应最近威胁 沙拉越和沙巴和平与和谐的事件 因此他要求阿邦佐哈里应该更新黑名单 添加可能破坏周和平环境 以及排他性宽容和社会鞋价值观的个人 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和表演艺术部长阿都卡林 对警方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 仍未抓获在三间KK超市分店 抛制汽油弹案件的幕后黑手感到不解 他说 对当局调查此事和采取行动的速度缓慢 我本身也感到困惑 阿都卡林是在一次记者会上 敦促阿克马停止再次抵制KK超市 因为这种行为对国家来说是个不祥之兆 他强调 那些试图发起抵制运动的人士 正在给国家带来更多压力 他呼吁阿克马和其他政治人物 应该更全面地考虑国家整体状况 而不是只关注特定议题 你可以成为乌清团团长 但是你不能以这样的方式煽动 抵制这个那个 玩弄宗教课题 我个人认为这样不太好 他指出 尽管沙拉越是和平之州 人民之间的包容性比其他地区更好 但也不能低估这类事件的严重性 他警告说 一些外部势力可能会利用这些事件来制造宣传 阿都卡林呼吁警方尽快逮捕肇事者 并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 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事件 根据美罗KK超市遭抛弃邮弹案件 警方目前已录取7名证人的口供 为至今仍未有任何人落网 霹雳州总警长拿都斯里 莫哈莫尤斯里指出 警方仍在调查调查 美罗KK超市遭抛弃邮弹案件 包括侦查干案者的身份 事不爹国会议员郭肃庆批评阿克马将军主 视为无误 继续号召杯阁KK超市的嚣张态度 是国民团结的最大绊脚石 并质问为何身为团结政府成员的国阵领袖 没对他采取对付行动 郭肃庆发出文告说 在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 预令各方停止戒真主袜子事件 煽动民众后 阿克马还反问元首不准杯阁KK吗 甚至还将举日本武士刀的照片上 载到个人面子书 到底对方向要传达什么讯息 他进一步指出 过去乌清团领袖曾发表激烈的言论 包括举荐和稳健 导致国阵在2008年的全国大选中 失去五周的政权 因此 郭肃庆呼吁乌统和国阵领袖 不要再纵容阿克马的狂妄行为 而是应该采取行动对其进行制止 郭肃庆强调国家元首已经警告各方 不要再借此事煽动民众 敦促阿克马停止破坏国家团结的言论 并呼吁武统各最高领导 勒令他停止此类行为 以免破坏国阵及团结政府的执政努力 并避免进一步恶化种族关系 阿克马号召杯阁KK超市的课题尚未结束 前首相纳吉另一边乡 又向法庭申请居家服刑 然而内政部长塞夫丁在面对媒体上述两项课题时 竟然一问三不知 关于纳吉声称 在皇家特赦的附加预令中允许他通过居家监禁方式 服完六年刑期一事 塞夫丁表示他对此事不知情 也没有看过这封信函 因为他不是特赦局成员 他指出纳吉的代表律师丹斯里沙菲仪已在数天前致函给他 但他不愿透露信函的内容 塞夫丁说 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回应这封信函 并一直在关注媒体对此事的报道 至于纳吉在监狱中是否享有特殊待遇 塞夫丁则表示 这将由监狱局发布的文告为准 即否认给予纳吉特殊待遇 他指出监狱局负责24小时照料纳吉 因此是最了解情况的单位 另一方面 塞夫丁表示 内政部已收到内阁的指示 要求对真主瓦相关事件中出现的煽动 暴力和影响和平行为的趋势进行观察 塞夫丁指出 内阁的指示是基于目前发生的一系列不尊重法令 没有考虑到和平生活 多元种族社会 敏感及界限的煽动行为 他表示 这些行为迫使执法单位 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 在被问及 是否有涉及乌卿团长阿克马的煽动行为时 塞夫丁回应称 我没有这样说 你把话套在我口中 这对我不公平 然而 他随后表示 我们都知道 他有煽动或否 就让警方去评估吧 对于警方是否会自行立案展开调查 塞夫丁表示 相信 警方有自己的专业及行动 他不愿介入警方的权利 他重申 警方会评估相关的情况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伊斯兰党宣传主任 阿莫·法德里表示 团结政府在执政超过一年的时间里 故意拖延反对党 国会议员的选区拨款 导致反对党至今未获得任何资金支持 阿莫·法德里今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尽管选区拨款的议题 已经多次在国会讨论 但政府仍以各种理由搪塞 到目前为止 一年多了 我们反对党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根据他的说法 根据以往的情况 每位国会议员 每年将获得380万令吉的拨款 其中包括200万令吉 用于惠民项目 例如道路铺设和礼堂建设 150万令吉 直接拨给由国会议员管理的 非政府组织购 以及30万令吉 用于服务中心的管理 阿莫·法德里对团结政府 剥夺人民权利的行为表示遗憾 他预计 在安华担任首相期间 反对党都不会拿到选区拨款 但他表示 一党国会议员绝不会气馁 将继续努力工作 他指出 政府明白如果反对党获得拨款 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但政府显然不希望人民看到 反对党的努力 于是 workbook as ready as they 优亚 做 做